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护林员 也不是动物专家 而是我们面前的这位普通村民文华富 今年78岁 平山县龙华镇人 文华富当过20来年的养蜂人 又在茶厂工作了12年 因为工作关系 他和老军山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退休以后 文华富还能辨别山上的上百种草药 对于老军山上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知 这一棵有没有用啊 就像玉米的叶子一样 就是这个根是有良效的 它就是自喊克 这个叫水泡草 它有什么功效吗 一般不类伏都是外用 外用都是用于红种云团 由于对山上的动植物都比较了解 2013年9月23日 文华富上山采药时 发现了一堆疑似大熊猫的粪便 他立刻将这一重大发现 上报给了当地政府 2013年年底 中国大熊猫调查队来到老军山 他们根据熊猫留下的足迹 粪便等做出判断 大熊猫的确在老军山自然保护区活动 但潮域还未稳定 那么熊猫来到老军山 会不会是一种意外呢 医兵学院的李操教授 长期从事动物学教学和研究 也参与了这次调查活动 对于熊猫出现的老军山 他有着独特的见解 大熊猫来老军山呢 你说意外呢 也不算意外 你说不意外呢 也算还是有点意外的 为啥呢 就按照原来大熊猫的分布 这个地方 它是大熊猫的分布区 因为按照历史调查 它的对面 云南的昭通地区 水户那一带 它的那个深境 那块是一样的 有一次前 老军山缺乏熊猫活动的历史记载 当听说大熊猫来了以后 保护区周边的村民 无不为之兴奋 兴奋之余 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环境 有了新的认识 熊猫来了以后 对于我们这个 自然保护区肯定 那个空气和各方面 那要好一些嘛 然后对于那个空气好了 那都对人的 那么真心的动物 对人的那个生存的下去的话 很好了嘛 不过时隔两年 没有人敢于肯定 大熊猫仍旧生活在老军山 而文化府发现熊猫分变以后 对于大熊猫的兴趣 愈发强烈 通过摸索与学习 它掌握了不少 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为了验证 熊猫是否在老军山继续活动 我们争得保护区人员的许可 跟随文化府再次进山 老军山自然保护区 属于亚热带 湿润性激风气候 山上的湿气重 降雨量充沛 当我们跟随文化府 穿过半山腰的一片茶园时 它突然在泥泥的路上 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脚印 这个脚印 会不会就是大熊猫的足迹呢 他已经说这个是黑熊 黑熊啊 黑熊值得五十斤左右 你看一个脚印 脚印 抓着人员 你怎么能判断这个脚印就是黑熊的呢 你看 它有三个指头下地啊 这是三个指头 这是三个指头 前面有三个脚掌 这个脚掌第一个抓人员 第二个抓人员 那这个是它的那个脚掌啊 这个是它的脚掌啊 这个是它的脚掌啊 啊 那这个脚掌 小毛也是这种脚掌 但是小毛不小掌掌 都是 没得了 不小掌掌 这个黑熊这样的小的脚印 应该有多重啊 五十斤 五十斤左右 是小黑熊是吧 小黑熊 那五十斤啊 是是大老熊 针多了 大老熊就找吃鸡了 怕就把它丢了 那您在这个山上 还有没有就见过真的黑熊啊 晚几年见过 这都没有见过 虽然没有发现大熊猫的足迹 但越往山上走 竹林越密集 这让我们感觉 离大熊猫的距离又近了一些 为了加深我们对野生大熊猫的印象 文化妇还特意为我们掩饰了一番 熊猫吃竹子的情形 这个熊猫吃吗 这个熊猫不吃 不吃这个 吃这种大的 吃这个叶子 吃这个叶子是吧 这年青叶子 是去年生气的这个生理子 它就是吃这个 它这个叶子怎么吃呢 这个熊猫 它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竹子弄弯了 它把它搬下来 搬下来 它就拿着手搬着 这个手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手就弄弯了 它一看乱 那种吃 我猫猫不刺就行 我比较说 比较好咬 那熊猫每次吃这个竹子 是不是都有一定的这个 它有一定的含量卫生素 它吃了消化一点的很 它我们的分别多都多不动 就是取其的 立马就排出来了 那一口排出来 没得干干 没得啥子的 它就是 就跟你会面分一样 但是露啊 就是熊猫 就是差不多是直肠子的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 这种八叶猪 是熊猫最爱吃的 就是它主要吃的 就是这个八叶猪 熊猫的食性既特别又有趣 作为一种杂食动物 它的食物主要以竹子为主 除了八叶猪 大熊猫还喜欢吃竹笋 竹节等 不同季节 不同山系的熊猫 食用竹也不同 我们此行刚好赶在入冬之际 此时 大熊猫主要以竹叶为食物来源 那大爷您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就是八叶猪和一般的这个竹叶有什么不同吗 不同 这个他们的毛毛也有小干的 哦 就一般的那个竹叶 我们发现是有毛的对吧 这个没有 这个叶猪它很细小 哦 一个水边的啊 一个手伸 它一定来这个没得刺激性 这个摸起来不滑手 对吧 比较的比较的这个顺滑 其他的那个树叶可能 我其他的那有点刺激性 来尝一下啊 我来尝一下这个树叶 哦 我来尝一下这个树叶 我来尝一下 有点多心的 有点像我们平时吃那种干草 哦 但是呢 这个竹叶呢 因为它那个后边没有那种小毛毛的容刺 所以咬在口里呢 比较的干爽和顺滑 哦 它就是很干爽的 所以我我觉得这也是熊猫爱吃我们这儿的这个八月竹的一个状的原因 哦 对吧 哦 对对 越往山里走 空气中的湿气越重 转眼间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 阻挡了我们的前行视线 就在我们准备放弃时 文化库又有了新的发现 大爷 你在哪呢 在哪儿 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个熊猫粪变吗 就是就是 这个是买了一个熊猫粒的 哦 这个熊猫粪变这么大一颗呀 哦 那两头一大一颗 那这个 您怎么能确定这个就是熊猫的粪变呢 这个熊猫粪变是敢确定百分之百就是 哦 因为熊猫粪变是那么它吃的树猫粿是漂过大一颗家的 嗯 它就全部是散的 哦 就是这些都是竹子相当于是吧 哦 它是任何动物是不吃竹变的 哎 这个很轻哎 看上去看上去很重 其实真的是很轻 对吧 这个有什么味道没有啊 哦 它这个 这个 它有一个 有一些 有一些干草的味道 哦 对吧 哦 就是这个味道 后边那个味道 再次发现大熊猫的粪变 所以说明 大熊猫仍然在老军山活动 我们所在的位置 也进入到了大熊猫的活动范围 现在我们这个地点就是一千零七百七 哦 就是一千零七百七 嗯 这种最高峰 那时候也是一 二千零八 所以就是 熊猫生存的环境 就是一定要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像大熊猫这样的野生动物 喜欢居住在深山中 当遇到人或其他动物时 除非受到攻击或者骚扰 一般情况下 它们会自然躲避 不过尚未有任何人 在老军山亲眼见到过大熊猫 这让我们疑惑 大熊猫究竟是路过老军山 还是在这里找到了栖息地 看怎么那个地路过和停留 你要说是路过呢 它在扩散的过程当中 它经过那个地方 你可以说它是路过 说它停留因为是这个地方 它的那个生境 适合它生存 它在扩散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适合它生存的环境 它就在这个地方停留下来 它可以长期在这个地方生存 按照推断 与老军山最近的雷波县 有熊猫生活的栖息地 这两个区域同属梁山山系 最短距离只有三四十公里 那么对比雷波县 老军山自然保护区 此前为何没有熊猫活动的记载呢 梁山山系研究大熊猫的都知道 它的那个生境非常破碎 非常破碎它以前也是很好的生存环境 现在已产生了很多大熊猫 但是它那个小圈分布的 现在随着那个追求环林啊 那一块它的那个很多小区域呢 逐渐的在联系 随着那个保护的增加 人们对大熊猫的认识增加 它的繁殖个体受到保护 它总群数量也在增加 总群数量增加 它就有向外扩散的那样一个 扩散出来之后呢 遇到死后的环境 它就可以定下来 如果老军山只拥有独立的自然生态系统 周边区域被人类活动所阻隔 野生熊猫无法扩散到这里 陈本平在老军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了多年 在他眼里 保护区外围的十万多亩的保护林带 恰恰弥补了这一缺失 为野生熊猫的扩散 提供了一条生命走廊 那么这个外围保护林带呢 它依次我奢依次我生存 包括我们的这个大熊猫 然后这个外围保护林带 以把这个我们摆服区 与我们先进的 先明的其他这个大熊猫保护区 有机的连在一起 老军山自然保护区属于梁山山系的一端 而梁山山系属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 过去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致使老军山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 1999年 中国实施了退耕环林 天然林保护工厂等一系列保护森林草原工程以后 这里的动植物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老军山自然保护区广义的这个通告 那么就明确了在老军山自然保护区 补的这个材料 材水 尤其是材水 那么补准材水 就为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殖 为它的这个生存 保持了它的实物来源 35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 十多万亩的外围保护林带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2013年年底 巡护人员除了用红外相机监测 捕捉到熊猫的两张照片 和一段比较模糊的视频以外 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9月期间 再没有监测到熊猫活动的影响 当文化复再次发现熊猫粪便以后 巡护队员立刻开始新一轮的监测 我们脚下的这条山道 是通往二雁平保护站的必经之路 过去从龙华镇到达二雁平 40多公里的山路 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 为了便于巡护人员上山 不久这里将铺设好新的水泥路 上山时间会大大缩短 老军山自然保护区 拥有四个保护站 一个观测站 每个站点配备两名人员 每隔十天轮换一次 一年中他们有大半年的时间 都要住在山上 此外 由于交通不便 保护站尚未接通电视信号和网络 手机信号也很弱 春夏秋冬 岁月更替 与他们相处最多的 就是这片原始森林里的冻植物 我们跟随陈建武二人 晚上到达二雁平保护站 第二天早晨五点 就要开始新一轮的监测巡护 而这次的主要目的 就是安装监测大熊猫的红外相机 从保护站到老军山山顶的沿路 长满了熊猫爱吃的八月竹 但陈建武却说 并不是有八月竹的地方 都适合大熊猫的生存 陈站长这个位置合适吗 这位置不行 这位置竹子吸了 为什么 吸收了 因为根据我们的今天来判断的话 它在这一百个平方米的竹子 可能要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一百平方米 就是生意识的这个 对对对 它竹子的谜度比较高 还有明显的受静 这样的 那比起这个竹子种类是不是要求 这个种类 这个熊猫在老军山吃的这个种类就是这种 就是八月竹 然后我们在前面看一看 熊猫是一种非常晚的动物 除了吃饭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 当八月竹的密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熊猫才肯停留下来进食休息 当我们爬到一千七百米以上的海拔高度以后 陈建武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安放地点 你看 这可能是十米多久了 这个自内 自内其实它是这样刨的 刨 对对对 它刨出来 然后是土里面的小虫 说明这儿的环境还可以 安放红外相机有着严格的标准 首先有有熊猫粪便 竹子咬痕的地方 最适合安放红外相机 如果没有这些痕迹 就要寻找食物来源比较丰富 离水源不超过一两百米的地方 而整个老军山 35平方公里的面积 需安装七十到八十部红外相机 由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 并没有捕捉到熊猫的影像 这次安装红外相机 熊猫人员首先调整了安放点 最后根据熊猫的体型特征 以及活动规律 熊猫人员还要对相机安放的高度 进行精心的计算 基本上因为你根据你个人的判断 这个动物大概有多高 你如果是大熊猫的话 你觉得有多高 大熊猫的话应该到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熊科类动物吧 对 大概有多少 二 六十 七十了吧 对 七十 大概也差不多 差不多 小猫也就是六到八十 六到八十再高一点 差不多 六到八十也行的 就是把它寄到后边就可以了 安装是这样安装的 但是这个大概的高度 我们是判断了 对吧 如果是安装滞留的话 它要矮一点 可能要矮一点 找到红外相机的安装位置以后 还需要对相机的各种设置 进行调试 这样才能确保 巡回人员离开以后 红外相机能够正常工作三到四个月 镇长 这个是拍摄的这个红外吧 镜头 镜头上边这个是LED 对 指示灯 这个是 然后动物从哪边来 它的指示灯就会提示 它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对 如果这是左边 左边灯亮 它是从这边来 这个意思 那我们一会可以试一试 这个呢 这个没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这两个 它是热敏感的 红外触发了之后 主要靠这两个 然后再进行照相 明白 就是这样过去 或这样过去 它都能感应到 对 那里边的这个是怎么 里边 里边这个就是有开关 装的电池 这电池 电池有多少个 电池总共有六对 十二个 一部红外相机 每分钟对外界进行一次扫描 三四个月后 它可以回收两千多张高清照片 和六百多段视频 好 灵敏度一般在中 为什么不能选高这个灵敏度 因为它是热敏感的 有些时候太阳温度的变化 比如说你太阳光强了 强了 它有可能触发它 是不能射得太高 是中等就可以了 可以 试一下 要这个红色的开始闪动了 就是它已经进入工作状态 对 红色的 等一会儿 它不闪了 好 然后我们再等一会儿 等它触发 你开照它不会闪 这样吗 不会太明显 不会太明显 如果是太明显 动物的感觉也非常强 对 这样还不能 让一个动物还感觉不到 我们看一下 安装红外相机以后 为了不影响野生动物活动 巡护人员还要就地取材 为相机做一些遮挡 以便达到防潮防水 增加相机隐蔽性的目的 我来试一试 这个就是相当于拍照的 是吧 我今天来这儿的地方 它不闪了 它一会儿就能拍照我吧 对 完美 目前 中国的野生大熊猫数量 达到1864只 其中四川省1387只 占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4.4% 但外界针对大熊猫繁殖能力低的状况 传出来大熊猫很可能会走向消亡的说法 那么大熊猫真的会走向另一天吗 这种说法呢 按照现在的科技的水平的话 我们做大熊猫 从个体发育来说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有人说那个近亲繁殖可能有瓶颈效应 但有人认为这个瓶颈效应 它基因的存化 可能对种群还有利 到底哪种形式模式存在 我们现在还没有多少证据 就推测某一个小种群的时候 按照那个遗传学 现代遗传学的理论 所以近亲繁殖 它需要有个遗传的多样性 如果少于这个遗传多样性 多数人都认为少于某一种遗传多样性 它就会在遗传的退化上面出问题 就遗传退化 就种群消失 但是其他动物慢慢的从少量的 逐渐扩大很大种群 到底大熊猫 它适合哪种模式 肯定还在研究 那个北京所的那个 卫护文他们在做那个大熊猫的基因测量 大熊猫的基因现在来说 它多样性是足够的 还足够的 现在短时间内还看不到它 会有危险的那种状态 熊猫来到了军山 所以说明 它们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扩大 我们此行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 拍摄到熊猫活动的影像 但只要人类能继续为动植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 人与大自然的相处 必然也会更加和谐